我覺得現在我很開心的是壓力這個東西都還沒有跑上來 可能是因為我公司的人他們都還在討論 就是有什麼很特別的東西要做 但是當然我們希望做這些特別的東西 大家所謂的特技啦 那其實都還是要有一些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楊春麟會唱歌 所以我們並不是為了吸引大家 感覺好像就是做一些好像很厲害的東西 可是卻無意義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在有意義的中間可是很有花招 然後又可以展現實力我覺得這很重要 那小巨蛋場地又夠大 但是局限也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他們好像真的幾乎天天都在跟場地開會 然後都在想一些加碼加料的演出 那應該還是有海陸空的部分 3 2 3 目前是開議場 那1月18號開始售票 那我當然很希望可以像香港一樣成績啊 那我知道台灣的朋友就是看秀的文化本來就是現在已經慢慢的養成了嘛 所以希望大家會非常的期待我的演唱會 因為是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 是看了以後是會讓你 就像看到一部好片 你會一直去回想一直回想 你甚至會想要再看一遍 我從來沒有想要放棄的念頭耶 就像我剛剛說的身邊的朋友說 你要不要跟公司說你做不到 然後我知道朋友在關心我 所以我先回了謝謝 我會想一想 可是這句話是不可能的啊 因為我覺得做不到 就是很多東西你要做了你才知道做不做得到 如果我們做了可是那個東西真的它的危險已經是太大 然後是真的會讓你身邊所有的人 連歌迷都不想看到你做了 那那種東西當然不要 那我承認我有一些歌迷看到我倒掉了看到我進水缸 他們說他們不要看到 對啊他們一直哭 他們說我們只想聽你唱歌 我們不願意那麼辛苦 可是那是一種貼心 跟不想看到是不一樣的 對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小巨蛋的安排 當然還是以大家看得開心 但是又可以讓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 身上腺素一直上升 就是我覺得演唱會精彩是必要的啦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愛看演唱會的人 我媽媽她就是跟我們公司的接觸其實蠻少的 因為她是一個低調的新媽媽 但是在新加坡演唱會她也來 然後她都有照顧我 然後她就有隱隱約約聽到我跟公司在討論小巨蛋的表演 然後她就有默默說了一句沒關係先斬後奏 然後我覺得我老闆的要下跪 然後後來我媽說開玩笑的啦 你們就是聊你們的 她不會干預工作的事 因為說真的沒有人會願意把藝人放在一個危險的地方不管 這是不可能 其實我們緊張旁邊的人更緊張 像我在新加坡演唱會倒吊 我一吊起來我就哭了 其實是為什麼 就是我真的只是有一種 就是在香港 在香港因為吊了三場 然後我以為我在新加坡可能不會害怕 但我在新加坡是新的場地 所以其實當我在綁那些繩索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很緊張 當調上去大家在加油什麼什麼這些的時候 我真的就一種感動我就開始錯氣了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 就有互相責怪的還有怪自己的 說一定是我沒綁好 然後有人說不是一定是我 讓他太操了他鼻水倒灌 然後有人說一定是我什麼什麼 然後等到整個慶功宴的時候說你到底怎麼了 我說我感動 我想說你們可以想東西簡單一點嗎 我只是感動而已 對所以我覺得每個環節大家都放輕鬆 然後我覺得會很好 然後希望1月18號開賣那天會有很好成績 我當然希望這麼棒的演唱會在台北 不是只有一場 如果只有一場太浪費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 是的